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 好,不好意思,技術通常都是這樣的 教會這些招航、猛賊的 structure 就是這樣的 我很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我爸爸,因為我們放在街檔的 下雨很頻迫 怎樣頻迫呢? 因為下雨很大雨,通常香港很大雨 我們買海味乾貨 所以那些東西不能濕 一濕就沒有辦法做的 也有的,不過一濕就有很多工夫要做 所以我從小到大的訓練 有些人未必明白為什麼我會這樣訓練 就是我不想做一些東西之後去改 因為做了之後錯了或者出了事要去改 是很麻煩的一件事,很煩的 我寧願,好像英文有句說話叫做什麼? Do it right once 要不做 First time right First time right 是,First time right 要不就不要做 要不就不要做 你做就第一次做適合他 所以那時候,我很記得幫我爸爸開檔 一旦下雨,他下雨都要開檔 立刻就說 立刻跟我到處去找一些木頭回來 那我家以前住那個,因為我住在舊樓 厚欄就是一個爛地,一些木箱廠 去問一些阿叔,阿爸,有沒有爛木啊 給一些那些,拿一些給我爸爸 那麼去,浪起了一些貨在地上 所以都習慣,就是要用方法去周到去problem solving 這些就是這樣train出來的 都好一下,就是比較彈性大些 就是很多時候都 好,那我們開始今天家庭觀的第二課 就是第二課,就是第七個topic的第二課 那我們開始之前先有個簡單的圖告 慈悲的天賦多謝你 讓我們可以回來在你的啟示當中 一起去學習,怎樣去研讀 求你的幫助,求你的帶領 讓我們能夠在這個課堂的裏面 能夠真是準確地去學識 詮釋主你的說話 你都能夠明白當中主你的意思 求你的帶領 祝告奉靠主耶穌得盛的名字而靠 阿門 好,今天開始之前 我們用一段經文 就是做一個的 當是引子去誘法大家去研究 何謂扶類福音或者對觀福音 Synoptic Gospel 有沒有聽過這個詞? 阿祖應該有聽過了 扶類福音 有三卷福音書 馬太馬可路加 是有很多東西一樣的 那做什麼呢? 是不是? 在我讀神學院的時候 就特意讀了一課 即是一個科目 就是研究如何去解釋 對觀福音或者扶類福音 今天我選了一段經文 應該在你們筆記裡面有寫的 就是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 四十六五十節 馬可福音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五節 還有路加福音八章十九至二十一節 好,那我們先讀一讀 先讀一讀這三段聖經 有什麼特別 然後我們再去做少少的 當是一個引子去處理 好,我們先看馬太福音第十二章 第四十六至五十節 找到之後我們一起讀 好嗎? 四十六至五十節 好,找到之後我們一起讀 好了 耶穌還對眾人說話的時候 不料他母親和他弟兄站在外邊 要與他說話 有人告訴他說 看啊,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 要與你說話 他卻回答那人說 誰是我的母親 誰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著門徒說 看啊,我的母親,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子義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好,那我們跟著馬上跳去 馬可福音第三章 三十一至三十五節 馬可福音 Mark Chapter 3 Words 31 to 35 好,找到之後我們又讀一節了 好嗎? 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 站在外邊 打發人去叫他 有許多人在耶穌周圍坐著 他們就告訴他說 看啊,你母親和你弟兄在外邊找你 耶穌回答說 誰是我的母親 誰是我的母親 誰是我的弟兄 就四面觀看啊 周圍坐著的人 說 看啊,我的母親,我的弟兄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好了,我又跳到最後一段了 路加福音第八章 第十九至二十一節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Chapter 8 Words 19 to 31 好,找到之後我們又一起讀了 耶穌的母親和他弟兄來了 因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 有人告訴他說 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 要見你 耶穌回答說 聽了神知道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親,我的弟兄了 三段經文讀完了 在扶女福音的研究上面 通常我們第一個做法就是 有些什麼分別啊 這三段聖經 通常我想在教會一般的情況 就不會有任何人問你這條問題 因為問你這條問題 就是自己找些麻煩去搞的 因為他們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研究呢? 知道耶穌這麼多事情做什麼? 不需要指這麼多 每本福音書的作者想寫些什麼 不需要 最重要是知道耶穌請求世人 就可以了 聽耶穌的話 就是耶穌的子民 就是他的兄弟姐妹 完結了 不需要了解這麼多事情 回到我們這個主日學的研究 為什麼我們要研究這些 topic 家庭觀這些 topic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當我們去看家庭觀的時候 放進去這些經文 我們就去研究到 或者很容易看得到 其實每一卷的福音書 本身它有一個不同的重點 譬如我們再納一納 馬太福音的記載 在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裡面 那裡記載那堆的內容 和馬可福音第三章 不是第三章 是第三章 第三十一節 那個內容有些什麼不同 你馬上會看到的 為什麼呢 主要可以做這些事情 崇拜廣道不行 有些什麼不同 馬太和馬可 兩段經文 你納下去有些什麼不同 你納下去有些什麼不同 我先看到最底的那裡 最底 是 就是最後 對神的稱呼 對神的稱呼 就是第三十五節 馬可福音那裡 馬太 我講馬太 是馬太 因為我看英文 是 是 我的父 OK 但是馬可 那裡就是 Whoever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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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有什麼大不了 都是神而已 是不是 一般人來計 有什麼看 這個已經第一件事 給我們看回馬太福音的記載 但是一個不同之處 同一段聖經 是強調到 父神這個父的角色 一個家庭 有一個父親的角色 這個在馬太福音很強的 如果大家詳細去看 但是如果你去看馬可福音的時候 你會發覺 馬太福音冷很多的 馬可福音的記載 其實是很 很raw 我應該這樣說 如果我用今天的說法 廣東話怎麼說 廣東話是很齋的 即是很geneeric的 那些terminology 完全是 不會有一個 父的意念 是放在這段聖經裡面的 還有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兩段聖經 其中那些人群的表現 有些不同的 在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的裡面 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看 馬太福音的記載 講到有人來告訴他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去馬可福音的時候 你有有沒有留意那些人在做什麼? 有許多人 第32節 有許多人在耶穌周圍 坐著 那些人的commitment有些不同的 那些人參與在群眾裡面的行為不同 如果大家記得我在馬太福音的裡面 曾經記載過的 講過的道 我很強調告訴大家 在馬太福音的記載裡面 是很強調一點 就是什麼? 這幫人其實是 找很多不同的機會來挑戰耶穌的 在各式各樣的狀態之下 都來去嘗試去挑戰耶穌 但是在馬可福音裡面的記載 這幫人反而不是被記載來挑戰耶穌 這幫人是被記載為什麼? 在那裡等候 安坐在耶穌基督的面前 去到學習的人 已經是一個很不同的家庭觀了 OK? 前者是說到 父的家受到一幫人去威脅 在馬可福音裡面的記載 是說一幫人 他是很謙虛的在那裡去學習 但是這幫人卻是怎樣? 當上帝是一個很genetic的神 來去跟從 好,我們拉一下而已 看看路加福音裡面的記載 在路加福音裡面的記載 我們發現到路加的記載是非常之短的 很多內容詳情是沒有了的 譬如 耶穌的母親和他弟兄來了 因為人多不得他跟前 有人就告訴他 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要見你 咦?有一句我經常都拿出來說 那句說話是什麼? 就是耶穌說 誰是我的母親 誰是我的兄弟 沒有了 我用這個只是做一個例子 詳情在這裡再多詮釋 因為要解釋 我要做一個特別的training 學給大家知道的 不過從這段聖經裡面 你可以看到三卷福音書的家庭觀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前者耶穌去嘗試去 即是在馬太福音裡面 去講到這個家庭受威脅 這個家庭受威脅 在馬可福音裡面 這個家庭是很安定的 在這裡學習的 是要等候的 是坐在這裡的 但是在路加福音的裡面 路加的記載在這裡 一針見血就講到 聽主的道 遵行的人 沒有了一個 我們經常講的controversy 即是一個爭議 就是說 上帝那個家是怎樣的 當我們看完這三段經文的時候 這些是很簡單的對觀福音的研究 不過不詳細多講了 不過回來我們看看今天 我們看這個題目 為什麼我用這個做一個引指呢 因為其實我們在聖經裡面 談論道家庭觀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代理家庭 surrogate family surrogate family surrogate family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寄養家庭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很貶義的陳述 但是其實是談論道有關於 當一個家庭 其中一些人 他們那個的關係 很常見的原因 或者他們的link 他們的關聯是什麼 恩爵是一個原因 就是血緣關係 但是在聖經裡面 是提出了一些 我們叫surrogate family的觀念 他們再不是因為血緣而走在一起的 而這個是一個可以說得 是一個挑戰當時整個 古近東文化的一種模式 也都不斷在聖經裡面 耶穌不斷去提供這個挑戰 所以當我們去看這段聖經 這些經文的時候 不難發現就是說 原來耶穌把這班門徒 他屬於神家的一份子這個觀念 將他抽離了不是血緣 如果我們去看回 在舊約聖經 以至於新約聖經 其實有一個很典型的改變 就是你如果看回舊約聖經 仍然有些 譬如阿伯拉罕 大衛的家族 猶大支派 猶太人的群體 這些是很強的血緣關係 所建立的社群 如果我們留意到這個情況 不難發現我們去到新約的時候 原來耶穌所帶出的一個全身的觀念 是成為神國的子民一份子 你再不是因為血緣 而是因為你有一個共訊 這個共訊在哪裏 在上帝之道的裏面 而這個情況 亦都反映了在我們所看的 古近東新約時期的改變 大家有沒有想過法尼賽人 不是因為血緣而出現的一個產物 法尼賽人是怎樣出現的 大家有沒有這方面的背景 法尼賽人是怎樣出現的 我們只知道他經常欺負耶穌 法尼賽人是怎樣出現的 法尼賽人是有一個 法尼賽人的系統 叫做猶太教 猶太人和猶太教 其實不是完全等同的東西 如果你明白這一點的時候 法尼賽人是一個教派 在新約聖經的時期 除了法尼賽人還有什麼教派 愛惜尼人的教派 在你筆記我有寫的 愛惜尼人是怎樣 愛惜尼人是怎樣 愛惜尼人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死海古卷 康蘭這個地方 有沒有人去過以色列旅遊 以前很流行的 有一陣子都很流行 現在就說少些 但愛惜尼人在死海 康蘭的地方 就在那裏有一個社群建立了 是專門在那裏找聖經 按照很多的考古學 我都去過現場 相信那是 是Ascence的一個總部 在那裏有一批人等候尼賽亞來 於是他怎樣 他們就在 因為相傳尼賽亞是從東方 而進入到耶路撒冷 而最東的地方 他們可以去到的就是 在昆蘭這個地區 昆蘭是一個很乾燥的地方 所以為何會有死海 為何會有死海 除了水不出外 就是因為蒸發量很高 最近我看了一條影片 原來現在那些人去旅行 去死海旅遊 不是入以色列的死海去看 他走回若旦那邊的死海去看 那麼anyway這些題外話 不過他是塑造一個群體 這個群體是出現於 不是血緣關係 這個群體是出自於 它有一個共訊的關係 而在這種共訊的關係之下 就構造了一個新的社群 而這個新的社群也都成為了一個 有一個社群的規矩 所以如果你們去到 即是有機會 或者不一定去昆蘭的 買一本書叫Dex Is Grow 很厚的 不是很貴的 現在有些買這些書不貴 幾元有一本的了 足夠你可以用來睡覺 墊煲底什麼都夠的 很厚的真的 但是你就拿來看 那麼這本書裡面的記載 就將整個昆蘭的地區 各個分佈設計 它的分區 為什麼有這麼多水池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 昆蘭才有很多水池 猜猜 儲水 除了喝要喝的嘛 這些水 清洗 他們經常清洗 他們 他寫到一個字 有耶和華這個名字 The Lord 他不說的 他不說耶和華 阿道奈 即如果用猶太人的傳統 他叫阿道奈 主 一寫完 他那支筆要丟的 然後洗澡 換個套衫 他要到這樣的層次 來去尊敬聖經 尊敬上帝的名字 所以當我們去看這個所謂 surrogate concept 就是一個叫做 什麼 中文叫做 代理人家屬 或者寄養家庭 這個觀念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到 原來在聖經裡面 這幫人 原來經常是進入了一個 我們叫做地域轉移 或者身份轉移 We are locations 在這個轉移的過程當中 不只是他們生活空間改變 不是單純於他們脫離了 他自己的家族 而且他們甚至要脫離了 他的舊友的信仰 在屬靈的世界上面 他們就要脫離這個 屬世屬罪的政治管控的空間 進入一個由神聖結的角度 和權力所管治的世界 所以當我們有這種理解的時候 你就不會難去了解 譬如耶穌呼召門徒 記得耶穌呼召彼得和安德烈嗎? 有一句很出名的說話 來跟從我 跟著彼得和安德烈怎樣做? 放下所有東西 就去了跟從耶穌 這個是一個什麼的觀念? 就是這個觀念 代理家庭的觀念 你由一個原本血緣的關係 屬於這個父家的關係 做漁民是有錢人 我再重複說多一次 如果大家不記得 做漁民是有錢的工作 富有人才有一條船 而且漁民是賺很多錢 為什麼? 因為錢流動很快 魚不能放得久 一上岸就要賣 除非你做鹹魚 但是不是你做的 漁民不是去做鹹魚 是捉魚 他要離開他父家 放下他父家的財富 然後怎樣? 進去跟著一個叫耶穌的人 去學他怎樣跟從他的教導而活 這個再不是一個血緣關係 這個是進入了一個熟靈轉換的寄養家庭 而這個家庭也都上帝是為中心 很歡迎你們進入到裡面 帶有條件 條件是什麼? 認罪富改這個不用說了 剛才說了 跟從我 遵我的說話來跟從我 所以你有沒有留意 為什麼我要用這個扶律福音 這三段經文來做一個開頭 我想給你看一下 原來解釋一段聖經 原來有一個這樣的背景在裡面 當你有了這個背景理解的時候 你再看回的時候 那個意思就豐富了很多 就不是好像 你知道我很怕傳道人 或者信徒很便宜 convenient conversations 就是我們把三管科金書 集成一個版本 豐富了解釋了聖經 你其實完全是否定了 抹除了所有每卷福音書 它自己裡面原本想說的東西 這個我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是你讀聖經裡面的一些理解 或者幫助 而這個所謂surrogate family 這個叫做 代替了 頂替了你那個家庭的觀念 又誘發了很多不同的 適經學的觀念 比如如果大家有聽過 有些目者經常批評 底本論 有沒有聽過 Documentary Hypothesis 解釋舊約聖經 摩西五經 稱之為有四個底本 J.E.D.P. 有沒有聽過 說舊約聖經是由四個底本 去組合而成的 就是說有四個不同的群體寫了舊約聖經 然後有一個人將它合併而成為我們今天的舊約聖經 很多目者就說邪教 這些新派神學 這些就不應該有的 我們不信上帝不信聖經 就這樣解釋 但如果當你去了解到一個家族的結構的時候 J.E.D.P. 即是耶本 J.E.D.P. 其實不應該這樣說 我跟學術界這樣說 J.E.D.P. 就是 Jehovah documentary copy 有一批人寫舊約聖經 全部講上帝都用耶和話 J.E.D.P. 耶和話 J.E.D.P. 耶和話 J.E.D.P. 耶和話 另一個批就是全部用Alohim 有沒有聽過這個字?Alohim是什麼? 為什麼? 神 Generic term 神 很熟悉 很熟悉 哪裡? 剛才祖先說完 馬可福音那裡 按照神的意願 不是天父的旨意 不是天父的旨意 新藥也有這樣的改變 是的 因為不同作者 它的主旨不同 D是什麼? Deuteronomistic 就是生命記版本 生命記是一個很特別的版本 而在我們舊主聖經裡面 有很多生命記的作者 記載聖經的時候的記載 都是有一種特別的語法 來記載的 那就不說了 P另外一個底本 Prist 祭司版本不詳細說了 原來我們舊有聖經的組合 是有這麼多不同的人的手筆 而這手筆 用了不同的角度去看我們的信願 這位神的啟示 這些不是新派神學 是你 因為你確信聖經的啟示 你才覺得 原來聖經是有這樣的教導 如果你說我要去否定底本論 底本論不是全部對的 我首先這樣說 是有些假設 是真的 但是它透過一些組合 或者綜合 來將舊約聖經 把它重新分類 來看見 原來有這樣的寫作手筆的時候 你就會留意到 原來意義解釋的聖經就很不同 就等同於 好像新約聖經的符雷符音 為什麼要有馬可的記載 有馬太的記載 有路加的記載 有約翰記載 其實不單是它四館的 還有其他 刺经、旁经那些 Thomas Gospo of Thomas 为什么不列那些呢 这些是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现在不在这里详细解释 但即白如此 甚至是保罗的神学 我在神学院 我是专收保罗神学 当然有些人挑战我 不要紧了 曾经有些人 你也不是很聪明 保罗神学 我不是聪明 我完全不聪明,不过我去专修保罗神学 保罗神学,其实保罗是在写他的书信给哪些人看的 不用我说了,保罗每卷书信都写给他那帮教会的人听 那你写给他教会听,为什么我要读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新的社群 由保罗所传讲的耶稣 然后他在当中怎样和耶稣的说话,教导 和整本圣经的启示,那个联合,那个关系 我希望这样可以诱发到大家 你将来看你的圣经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更多一个 多一副眼镜 去怎样透视看到圣经的特色 和特点和主子的教导 从而这样可以帮到我们对圣经的掌握 好了,因为今天迟了开始,又时间很赶 我其实原本想讲完分架,我才完结的 不过不要紧了,都是一个好的休息时间 因为未来再下一堂就圣诞期间就没有主一学的 OK,只有宋派而已 那我们下一课主一学要到一月了 一月的第二个礼拜 是的,那都是一个好的,因为下面跟着下去那些就不是概念的东西 其实那些真是实质上家庭里面,犹太人家庭的活动 那我感谢主在以前2000年,我可以去到以色列读书 那都完整一个人回来 那是很危险的,那时候真的 不过因为有奖学金去 去的地方,我住的地方是很安全的 但是他有时要我们去的很危险,我说我不去了 他曾经带过我去一个地方叫Hebron 希伯伦城 希伯伦城是很危险的地方 很危险,我告诉你很危险 你站在这里死了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是这样的,因为我看着他怎样 我在现场,我看着他那些人怎样打以色列军 以色列军怎样还手 因为那时候我上了层楼,我说我不进去,那里很危险 所以我去过那些地方,你看那些社会环境 真的跟圣经里面学手记载的东西 有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层次的看法 好了,那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我们到这里为止了 那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吐告结束 那如果有问题,可以短讯给我的 那,上发都有几多大英姐妹 有,就是后来短讯给我问一些问题 那他问的问题很深,有点都 那我都要用少少时间去,就是仔细去看 然后仔细去写给他 那希望突然之后有问题可以跟我联络 好,我们一起同心的一个简单的吐告 天父,多谢你给我们在这个主义学科里面 去学识或者学习 一起怎样去解读主力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所听起来的很多的教导 其实有时可能我们反而更加表现出 我们对上主你的信是毫无根基 求主你的帮助,让我们重新找到一个 真是可靠的根基来去相信你 就是你的说话,你的教导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准确的透视的眼 属灵的生命来到去到当中去明白当中你的意思 求你的帮助,我们要同心祷告奉 靠主耶稣的得胜的名字 是吗? 我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一个问题的留言 是 其实这个家庭的观念 你现在这样说回耶稣说到 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一个家庭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如果看回旧约 甚至无就算万太福音 起初讲那个家庭 就是犹太人的观念 其实那个家族性是很强的 就算今天犹太人的家庭 也是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同的观念 也都延伸到神的救属 那个救恩是打开了 可以更多的人去得着这个救恩 对 我譬如这样连结你上来 这个看法应该是 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是的 我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验给你听 我进神学院 最初我进OTS 安省神学院的时候 就有个退休营的 未上课就有个退休营 一定要去 那就好了 都去吧 去到没雷工那么远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我刚刚回到加拿大 没多久了 那时候买了车 好像还没买 那时候还没买车 刚刚回学 我六月到 他七月要去retreat 我都没买到车 那我又不懂去 那我怎么去 那我就说不去 那 那 但是过了一天之后 那 就有个弟兄 我打来 他就打个电话 他说 brother Allen 我说 你哪个 brother Allen 我没有兄弟 我没有兄弟在加拿大 那是西人来的 那他就说 我 阿生出来车你去retreat oh who are you 那我还要问他 who are you 他说我是你主内的brother 这个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incidence 但对于我来说 我很深刻 因为他对我不是一个外人 他对我是一个自己人 我觉得在教会 华人教会这件事 灾盘不够的 没有的 我告诉你 华人教会其实根本 很着重 很强调就是做事工 搞什么事工 搞什么事工 其实不是 就是 我觉得 在教会里面 已经超越了你是同一个民族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西人来的 一个西人来的 一个西人来的 挺英俊的 西人 我觉得挺英俊的 那他有辆车 跟着他还车我 他见到我的时候 他还说你坐车头 其实坐车我不是很想坐车头 通常说车头危险些 他还跟我说 他说ok的我开车 没问题你不用担心 但是那种关系 在旅程 在路程 因为三个小时左右 駕上去Maskoka 又不知为什么走到那么远 但是就在那里面 他教了我一样东西 我在一个熟灵的家里面 我不是一个神学院的一场买卖 神学院很多是一场买卖 但是这个弟兄表现出的不是 是的 你刚才说的这一点 我觉得是推动我们 如何爱那些弟兄姊妹和传福音 传福音其实不是因为 我有些东西 上帝叫我去做 这么简单 现在很机械式的做 很简单 只能传 传吧 传吧 对不对 很多人都做的 对不对 但是你的心是否在他里面 你如何关怀他 如何体谅他 有时你去传福音 那个人很害怕你的 可能你要跟那个人传福音 那个人是不信的了 那怎样呢 我是特意不信 你越传我越不信 不要紧 但是这样的情况 那是不是我放弃呢 这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希望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严谓 这个主行 因为我很想你们去捉到 如何解释圣经 以圣经如何帮到你的灵命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变你的灵命点 不过我只可以将上帝给我看到的东西 然后你和上帝的灵去继续建造 这个我希望可以做到 就是这一点 其实 比如曾经有些见证说 一个人信主 然后要为了 因为他是梅教徒 所以要脱离他的家 然后去信 甚至可能被追逐 这些其实不是小见的事 是一个很大的牺牲 他真的要离开他的家庭 为了他相信的主 其实这些是我们做信徒 应该不只是用他来做鼓励 那么简单 而是要怎么去想想 既然有这样的弟兄 有这样的姐妹 我们如果有机会的 我们可以支援他 可以帮助他 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 去帮助他 那这个就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做到的地方 非常好的问题 或者是分享一下